她是中国最优秀的篮球主持人,嫁五十多岁老富豪半年后去离婚要问谁是中国最优秀的NBA女主持人,我想很多球迷的第一想法就是被称为中国最美篮球主播的主持人周灵安。 周灵安在中国篮球圈子里非常出名,在许多巨星中国型的时候也是作为主持人出现在活动现场。周灵安最大的亮点就是魔鬼身材,库里、哈登、欧恩等人都曾经表示过周灵安的身材非常好。 安东尼还表示周灵安应该是全中国最漂亮的主持人,周灵安算是一个高材生,她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主修表演系,但是毕业后的周灵安并没有成为一名演员,反而是加入了自己喜爱的体育圈子,夭秀的双语能力让她脱颖而出,在主持界站稳了脚跟,成为NBA节目的主持人之后,周灵安受到了更大的关注。 多次受邀去外国参加活动与拍摄杂志,曾作为体育人士受邀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从一个篮球主持人到女星,周灵安的职业生涯看起来前途无量,周灵安成为了无数中国男球迷的梦中行人。 2016年9月4号,周灵安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动态,表示自己在一个派对中被求婚,自己也即将退出主持界,求婚者是派拉蒙影业的副董事长,已经50多岁了,要比周灵安大将近20岁。 而且这位副董事长也是全世界最有钱,人脉最广的人之一,跟在他身后想要交往的女人不计其数,可他能主动求婚周灵安,可见周灵安在外国人心目中,那也绝对是女神级别的。 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半年,周灵安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已经和派拉蒙副董事长离婚,至于原因至今也没人知道,从此之后周灵安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了。 有人说周灵安嫁到了外国,有人说他在和一些NBA球员交往,其实周灵安现在还在国内,只不过已经从篮球主持人变成了一些小活动的主持人,在国内也有自己的工作室,只是关注度没有当年那么高了。 但是在很多球迷心中,周灵安永远都是国内最优秀的篮球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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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